已感染中共病毒的英國首相約翰遜 週一被緊急送入重症監護室後 牽動各國民眾的關注 暫時代理首相職責的外交大臣拉布 在當天的疫情發布會上表示 約翰遜在接受氧氣治療後 目前狀況穩定 而且精神狀態很好 英國當日新增3634個確診病例 全國累計確診55242例 新增786個死亡病例 累計死亡人數達6159人 首席科學顧問沃倫斯認為 儘管英國的病例數量並沒有加速增長的趨勢 但現在斷定疫情已到達高峰還為時過早 法國的疫情仍未緩解 週二當天新增確診1萬1059例 全國累計確診人數達到10萬9096例 當日新增死亡病例1417例 累計死亡10328人 衛生部長維蘭當天表示 法國目前仍處於疫情惡化階段 並未達到高峰 因此 全國性封閉措施仍會持續 意大利的疫情數據繼續呈現緩和趨勢 週二新增3039個確診病例 累計確診病例達到135586例 累計死亡17127人 孔特政府已批准新的緊急立法 想受到疫情衝擊的企業 再提供超過4000億歐元的援助貸款 並承諾在本月晚些時候 祭出更多援助計劃 幫助經濟陷入困境的意大利人渡過難關 與此同時 部分北歐國家已準備好走出疫情的陰影 丹麥首相弗雷德里克森表示 如果感染及死亡人數繼續保持穩定 丹麥計劃4月15日起重新開放日拖中心和小學 逐步放鬆為期三週的封閉措施 挪威首相索貝爾格也宣布 將逐步放鬆封閉限制 幼兒園和小學將在4月20日到27日重新開放 但強調挪威人還將繼續在家工作 並在長期內保持防疫措施 日本疫情繼續升級 首相安倍晉三週二正式宣布 東京都和其他6個府縣進入緊急狀態 並同時出臺近1萬億巨額經濟援助計劃 截至4月7日 日本本土確診病例已增至4459例 死亡98例 新唐人記者喬安 疫情綜合報導